开始了 然后点确定 为领位 我们可以由这里 提示 然后再搬这边 然后这边就不用找 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灯光的开 这个已经有两个灯光 底灯是点这里 然后在里面的圆上面 点一下 然后再拖右边这个滑块 要舒服就代表墙厚和底光 如果你要开面光 就在两个圆之间的这个地方点一下 这区域点亮 两个圆都变成红色 然后再拖右边这个 上面灯光就亮了 两个灯光 这里是可以放大放小的 这个地方 可以放大放小的 1.0 画面还更大 1.0 就是 但是每个倍率需要效震 比如说我要效1.0 我先把这里 我先把这里卡到1.0 然后这个有个标准块 这是随机赠送的 随机在随机里面的 效震的话 就找在这边 像这样子只要开底光 不要开面光 你只要开底光就可以了 就开点底光 然后再找一个小一点 什么叫小一点 就是这里有个十字架 我们要分这个四个部分来小 所以我们找的圆 不能超出这个四分一这个范围内 对这个圆大小合适 六键有个像素校正 它下面是第一步 在圆在点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圆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摇到另外三个里面 都可以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都是单击 每个里面都是单击 点完之后 它会保存一个 团子一个框 保存像素教程数据 像这种是1.0的倍率 那些数1.0 那些数1.0 就可以了 1.0 如果有这个名字 就之前有 覆盖它就可以了 覆盖它就可以了 然后确定 如果这里像0.7的 你把这里搬到0.7 就是同样的道理 右键下方校正 左键点一下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都可以 把这同一个圆 1.7 划上就可以了 当这个地方切换 如果再变成1.0了 我们可以重新效 也可以这样 右键呼出 选择我们刚才保存1.0 然后点呼出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 用光 比如说画这个圆的大小 我们就用这个圆寻编工具 圆的大小就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看这个白线的宽度 也是一样的 光光就把两个线的画出来 然后这有两个线 然后我们可以标注两个线的距离 就出来了 然后如果导报表就可以点这个 放到一个下 然后勾上你需要的 要哪个结果 就把哪个结果勾上 点确定 然后我们就点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导入报表 也可以导DXF文件 导出DXF文件 然后选择 可以用DX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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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用DXF文件 给你姓天吧 基本上已经这么多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 好久不見